今天这个我们高许学长跟我们的这个 有目凶啊 他就要办一个这经常的聚会 这也是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学校的学长 沃长荣啊 你们都不知道 今天我们有一个干大使 他住过好多国家的大使 他的生命的经历多丰富啊 我们还要花钱到外面去请人家 自己家里有的不知道来好好的来 是不是 这么可惜 所以我觉得也好 慢慢慢慢把这个知名都做出来 那原山联谊会呢 因为我们高许学长是会员 他缴大钱 我们缴一点小钱 然后就可以吃个早餐 过宜一家到原山联谊会 平常普通人也来不了 完了以后 这后山非常的漂亮 后山漂亮以外 下面的士林官邸也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十点多雅各堂 蒋夫人跟老荣荣聚会的地方 我等一下就要去那边聚会 那个地方大家可以进去 坐在那椅子上 看看当年老夫人跟这 跟张学良他们怎么聚会 是开放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很恐怖 大家可以去走一走 所以有这样一个聚会我觉得很好 但是我可能一不从心 我要恢复六个月不见得每次都来 那他们两位学长很热心 但是我觉得从我们的学长中间去挖宝 让学长分享生命的经历给大家 我这个生命也是个生命的经历 等到我好一点给你们讲 这个环游世界的乐趣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到了一个年龄了 大家有知一同 我们要去缴符伦社一个月 缴一万多块钱 为了大家聚会 认识朋友 那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朋友 为什么不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来认识 反正自己缴自己的餐费 将来我们要登记成为长久的会 就是在施政我们已经在办了 那么登记完了以后 那么可能我们就是正式的登记的会 也可以多一点的 大家学长有钱出钱的 那将来搞不好吃早餐都不要钱了 所以这是一个想法跟一个做法 那么非常感谢 那我们今天请的三位主养人 第一位就是我们詹大使 詹徐宇大使 他是我在努力 我在做导游 他在带所有的访问团来听 听我在车上胡说八道 因为我在那边读书打工 我很早就认识了 好的 那么我简单的也介绍一下 我们祝各位学长 除了事业以外 身体健康最重要 没有那个一 后面再多零来做 好吧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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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